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肃等人习惯趁他王老虎 再来看看六宗的战绩 苏中战役见面李莫安的王牌部队 来舞战役兼敌第一 梁顾战役肃郁说 六宗在王碧城带领下巷尖刀 率先攻上孟梁顾 玉东战役活捉了屈寿年 对六宗战斗力在全军都是公认的 解放后六宗是华野部队 第一个迈进北京军区保护首都地部队 后来成为卫戍区的头号警卫师 第三名 四宗司令员陶勇中将四宗是由于陶勇领导的 陶勇将军是个称号拼命三郎 打仗够拼 敢拼 是处司令员最喜欢的部队之一 在淮海战役中四宗是间敌最多的纵队 特别是在陆江前四宗炮击英舰 达得他们举白旗 这也是毛主席为何建国 让陶勇担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原因之一 第四名 九宗司令员举事有上将 在九宗纸上出了两位有名的猛将举事有和聂奉旨 这两位都是解放军史上数一数二的猛将 这个宗对山达恶战 应战 济南战役九宗可以说是出击了风头 第一个攻入济南城的 包括后来的淮海 渡江几乎都立了头功一跃 成为全军的王牌军 第五名 三宗司令员孙继先中将 三宗是由于孙继先将军领导的 在红军时期强流渡大渡和时期勇士中 其中一位就是孙继先将军 自然三宗也继承了好战 敢战 勇战的精神 加上司令员孙继先是一位武功高手 论功夫不在许实有之下 而三宗在华也肃以攻坚闻名 被称为陈老总手中的小老虎 关键时刻使用的刺刀 战斗力就不用说了 总评价就是华也是打硬仗 恶仗 险仗最多的野战军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